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用担心它会被动坏 但是耐寒性好不代表你就不用管它 一般地栽的植物呢 血覆盖在植物的根部是没有关系的 一般也不需要什么处理 但像一些盆栽植物 或者植物上面被盖了 这种积雪的情况 我们就要及时的处理了 但有很多朋友会说上面覆盖的积雪 看上去别有一番的滋味 青豆还是建议我们在欣赏完之后 就要及时的处理掉 因为这个厚厚的积雪 很容易把这个枝条给压弯了 尤其像这种架接的月季 上面的枝条比较纤细 很容易就把它给压弯了 我们需要稍微把它给清理掉 这盆茶梅之前也和大家见过面 现在已经开满了花 我们只需要把上面这个积雪给清理掉 对它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 像茶梅这种枝条比较厚实 我们就不用担心不会被压坏了 因为上面还有花苞 如果雪如果融化了 化完以后那个水啊 长时间停留在这个花苞上面的话 花苞肯定会有所受损 所以呢我们还是勤快点 清上完雪景之后 就及时的清理这个七雪 今天关于雪天室外这个植物的处理方法 介绍到今天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每日更新 拜拜